新一開始來關心 高雄有三名男子搭白牌車 想在車上吃東西 被司機給拒絕了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沒有想到乘客竟然還拿東西 敲擊司機的頭部之後 逃離現場 好幾名男子站在馬路上扭打成 一團一路影響交通 一名男子不斷朝著另外一個人 揮拳猛K 有人上前阻止 前方貨爆立刻出動 快打部隊到場 什麼人啊 招一名正中就來這裡 阿翔啊 招了 招有民眾指引的路線 前方巡線逮到涉案男子 他說不能吃東西給我來 幾個幾個 他打我譬如說不能吃東西給我譬如說 好 我也吃了 他說 一個嗎 不是 另外一個 趁他 好 整齊打人事件 主因竟然是因為吃東西 六號晚間八點多 流行白牌車司機 在這三名乘客 三個人想在車上吃東西 司機不滿拒絕 雙方因此爆衝突 乘客手持物品 攻擊司機的頭部 立刻逃離現場 兩名乘客被警方逮個陣著 一人不見蹤影 以鎖定身份 通知到愛 雙方到案後 附體告訴 全案一 傷害最嫌 移送高雄避險署偵辦 另外在屏東東港 中間路上兩名男子 就在工廠內大打出手 連電風扇都被撞倒 兩人隨後拉著抖地 繼續打 因私人糾紛而產生口角 其中85年次 靈性男子 前往80年次 靈性男子工作場所爭論 進而發生肢體衝突 雙方事後互不提告 但有什麼事情 可以好好溝通 動手動腳 除了沒辦法解決事情 還可能因此受傷 介紹志文 我們今天網上樓 直高雄頻道的採訪不到